花蓮县有一位30岁自然怀孕的产妇生下了三胞胎 而医师认为一般怀上三胞胎都是人工受孕 而这一种自然怀孕的几率只有四万分之一 躺在保温箱里 这三个小baby就是属性妇人16号所产下的三胞胎 因为都是男生 所以医护人员还给他们取了一个三太子的外号 院方还颁发了红包 大家一起欢迎这三个小生命的到来 令人惊讶的是一般三胞胎都是人工受孕 像是利用试管婴儿来控制胚胎数量 但属性产妇却是自然怀孕 根据美国医学资料的统计 这样的几率只有四万分之一 所有的你在台北 像北戎台大听到三胞胎都是人工受孕的 就是IVF 更奇妙的是一般人工受孕的三胞胎都有早产现象 体重明显不足 所以被称八长仙子 但属性产妇的三胞胎 每个都足两千四百公克 可以不用住保温箱 而属性产妇之前已经生了四个女儿 这次汉先生一举得难 没想到却一次来了三个 女儿们都跑来看刚出生的弟弟 不过爸爸却好有压力 所以以后要更努力的赚钱 记者温家凯 欢迎报道